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雨琪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个不一样的视频 因为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我要纪念 纪念吗?也算是吧 纪念一下我正式的 我正式的发布我的视频有差不多一年时间了 我是在去年的四五 在油管上发布了我的第一支视频 然后我是在去年的六月份 我具体的这些记不得了 我在B站发布了我的第一支视频 所以说至于到今年的话 你是谁? 你怎么来了? 妈妈更要开始录视频 完了,她来了 妈妈在录视频啊,你给大家打招呼 你说我是小八子 你说小八子 小八子 小八子,小八子该走了 小八子 小八子,她说的自己是小八子 好,反正就会走了 一会儿再来吧 一会儿再来,你给她拜拜 拜拜 拜拜,她可以拜拜 对 你可以走了,你走了,你走了 妈妈要聊些正事 我刚才说到哪了 哦对 我发布视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然后想给大家聊一聊 在这一年期间 我做视频的一些心得感受 包括一些做视频的一些小小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也收到了一些 小伙伴跟我留言 就是说他们也想要拍视频 想要做Vlog 问寻度最高的那么几个问题 问我用什么相机 音乐在哪里找的 然后包括我拍视频的时候 一般会怎么本拍 反正就很多这些事情 小小的事情吧 我想在这些视频里面 都给大家一一的讲解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请接着看吧 首先第一个呢 想跟大家聊的呢 就是我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拍视频 我当时拍视频 其实是从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着 我要做视频这件事情 原因呢 是因为我当时在油管上面 看到了一些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YouTuber 然后他们当时就是 纯粹是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当时就觉得 好像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其实当时我不太知道 就是国内关于Vlog 这东西活不活 或者这边有没有人看 我更多当时就觉得 好像自己也可以拍 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第一个呢 想要给大家记录 就想要记录自己的生活 当然也是记录小包子的成长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呢 就是一个外国人 在芬兰的一些生活 包括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些 芬兰的方方面面 这些的一些风土人情 这些的景点啊 好看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东西 当然就是纯粹就是这两个想法吧 当时 所以我当时也是就去年开始拍视频 拍了视频之后 其实就会有很长的时间 就是大家没有发现你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作为所有的博主 就是最需要去忍耐的一个时期 因为你在刚刚做视频的时候 肯定是不可能会有很多 马上又一波人会关注到你的视频 会发现 这个人的视频很好 或者很有意思 就我当时基本上我觉得 我在B站上面差不多 我从6月份开始拍 其实我具体有点忘了 应该是差不多 也是有半年的时间吧 至少 就是我的粉丝都是在1000人以下的 就是几百个 然后我的每一个视频的浏览量 也就是200个浏览量的样子 当时在油管的话 就很少油管 油管其实我感觉有可能比这个还少 我其实有一点忘了的 但是我当时就记得 油管上有个做得非常好的一个Vlogger 他叫做Cassie Ness 然后他当时就 我看到一个他的视频 他当时就说 如果你有一百万的粉丝 肯定比你得到十万个粉丝要简单 你有十万个粉丝 就比你得到一万个粉丝要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最最困难的就是你投1000个粉丝 就是你那么投第一千个粉丝 那个是在确定你的一观众群的时候 就是你在慢慢慢慢慢慢积累到了1000个之后 你就能够确定 你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这一波人就是大家喜欢你看你视频的这一波人 你能够确定自己做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话 那你之后就一直坚持顺着这个方向做 就是对的 就是说投1000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慢 我记得我当时在油管上其实都真的很长时间 有可能从今年 我一直到我发布成都Vlog的时候 有可能我才刚刚到1000人吧 然后我在B站上面会快一些 我觉得B站好像是从去年 去年几月份 去年秋天吧 当时到了1000人 但是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奇怪 也到了1000人之后 从1000到2000 2000到3000 3000到4000 就很快 有可能你从1000到2000 有可能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时间 但是你从0到1000 有可能你需要一年的时间 就是真的这个差别真的非常的大 就是你在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每个博主都需要精力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要去承担你先开始的那个比较孤独寂寞冷的时期 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时候 不是大家马上都能发现你的作品 但是呢你就是需要做的就是坚持 这个是很重要 只要坚持过了那么一段时间 大家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会给你很多很多支持 所以说我非常感谢的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支持我的那些粉丝们 当然现在加入我的粉丝我也很感谢所有每一个关注我 订阅我频道的我都非常感谢 因为大家能够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然后关注我们一些平凡的这些生活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 真的特别是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 一些粉丝给我发的一些信 然后当时私信 其实我其实我觉得当时好像是有一天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情绪有可能不太稳定吧 我当时就突然在微博上面收到了一个 他当时从B站 他就说一直在B站默默地看我的视频 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给我留言 也没有弹幕 但当时他就说他突然那一天就不知道怎么想 他就觉得好像应该给我发一个私信 他就在微博给我发了一个私信 他就觉得很感谢这段时间对他的 我想哭了 我的情绪非常的跌宕起伏 就是感谢我这段时间他陪伴 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自己做的视频 也就是记录 Oh my god 不好意思啊 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会掉眼泪 但是就是 就很感谢大家就是从一开始 因为我觉得 从一开始当时就是 我的视频没有人们关注的时候 但是就有那些 一直以来跟我留言的 然后告诉我 就让我坚持 一定要让我坐下去 让我坚持发视频 然后就说我的视频 就是他们很喜欢 然后觉得很疗愈 然后就觉得每个星期能够看我的视频 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当时其实就真正是在这一些 一字一句的这个评论和弹幕里面 汲取到力量 然后坚持 Oh my god 其实就是像我说的 你先开始的那段时期 其实真的是最难的一段时间 然后你度过那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想象你中那么难 因为你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粉丝之后 然后大家就会给你更多的力量 因为你就会有更多的粉丝 你看我把我眼泪擦一下 没有想到给大家煽情啊那些 因为我是确实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 我经常跟大家有时候聊天啊 或者是跟我朋友聊天 我就很容易苦 是非常爱苦的一个人 所以说对 有时候就说到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事情的话 就很容易苦 刚才讲到哪了 给我支持 然后每一个给我私信 然后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视频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莫大的一个鼓励 真的 谢谢大家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问询度最高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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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 发私信告诉我或者留言问我 我用的相机是哪一个 就是他们就说我拍的视频 画质啊颜色啊感觉很舒服 然后就想要知道 我用的相机呢是索尼的Alpha 6000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单反相机 我会用这个呢 因为这个是我在拍视频之前 我就已经买了的 当时是更多是想要拍照片用 因为我当时在网上看的 就是同一个价位的话 这个画质其实各方面 包括前景和后景的这种景色 深后景的模糊都挺好看的 就包括当之前大家看到的 在我视频有时候结尾的时候 我会放一些我和视频相关的一些 当天拍的一些照片啊之类的 其实都是用同一个相机拍的 就是这个拍这个相机的颜色各方面 我觉得是比较喜欢 但是因为我之后 因为不是我在做开始拍Vlog的时候 就没有想的真正是说为了拍Vlog 是专门买一个相机 所以我就还是用这个同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呢当时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对于拍Vlog的话就是你不能够看到自己 它不会像是比如说很多Vlogger用的 最火的那个相机是佳能的 G7X Mark II 那个相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拿着的时候它有一个翻过来的镜头 你可以看到自己 但是这个相机就不行 这个相机没法看到自己 但是所以我自己其实有点习惯了吧 因为我在视频里面 其实我出镜的时候 并不是就我在Vlog的时候 不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拿着 只要对准自己的话 还是能够对准自己的脸的 我自己建议啊 就如果你只是要拍照片的话 其实这个相机是挺不错的 但如果你是要做Vlog拍视频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 有可能还是可以去买一个 能够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就是会自然一些吧 你看镜头的时候 你看着看着说会自然一些 而且也知道自己的样子啊 包括角度啊 各方面好不好 这个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个是剪辑视频的软件呢 其实之前的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 我有聊过 我用的是叫做万星神检手 就是它在国内是这个名字 我用的是英文的版本 它在英文的名字呢 叫做Film World Wondershare 我会把这个名字标在边边上 然后我当时用这个 剪辑软件的原因呢 是现在市面上 就是最大用 用的最多呢 基本上就是要不然是iMovie iMovie就是如果是 你是苹果电脑的话 是自带的 但是iMovie我当时用了一下呢 我觉得好像它没有一些 特别好看的过渡场景 或者一些动画 所以我当时用的时间之后 我就没有用iMovie 第二个呢 是Final Cut Pro 但是Final Cut Pro呢 它有个问题就是 它非常的贵 如果买正版 正版基本上是300多欧吧 觉得当然太贵了 然后再加上 你在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其实没有必要去 花太多的这个资金投入 所以我当时就 也没有用那个 然后这个价钱呢 会比较便宜 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60 还是70欧吧 然后你就可以买断 你就可以永远用这个 就在分南国外这边的话是这样 我个人觉得它是处于就是iMovie和Final Cut Pro中间的一档 然后它价钱比较亲民 很多小伙伴非常爱问的就是我视频里面用的音乐都是什么 我的音乐呢 其实都是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叫做I Do Library上面找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音乐它是无版权的 就是你可以copyright free 然后用这些音乐 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的category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类型 你可以找开心的 可以找这种比较funky的 然后忧伤的 或者一些比较戏剧性的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音乐 然后在里面就是其实挺花时间的 因为有些音乐明显就感觉好像有点老式 或者有些音乐就感觉不是很好听 就是在每次做视频之前 我的一般的步骤就是说我先拍 拍完了之后呢我就会 要剪之前我就会花一些时间 先上到上面然后搜一搜 搜那么几个差不多三到五个音乐 我觉得会挺适合这次的 然后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然后再剪的时候就直接用在里面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每次在拍视频的时候 剪视频之前我都会花一些时间去找音乐 我发现很多在B站 只是在B站做视频的一些博主的话 它可以用很多的音乐 包括一些很受欢迎的一些 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些流行音乐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国外的这边的话 特别是在YouTube上面 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版权的问题 比如说之前像我的 职二之女 她们对于这个音乐的reaction video 但是这种反映视频的话 里面也有这个歌手的这个音乐 所以说在油管这边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就是 通过这个浏览量而换取一定的钱的 因为这个是设计版权问题 就算你换的钱的话 也是版权方去收这个钱 而不是我们 拍视频一年时间的差不多一个心得 包括做了一年之后吧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第一件事 就是我当时在开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不要有拖延症 就是你想到这件事情 就你转马上去做 因为我自己其实属于一个 四创画的叫做说起风就是雨 就是你说起风就是雨 我就不能够等 我就觉得等会让我非常的心急 然后我就是这种人 所以说我当时觉得 其实这点是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是做 我当时最开始想要做这个Vlog的时候 因为要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拖到什么时候 真的 第二点呢就是我当时记得 我有一次刚刚开始做Vlog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去逛书店 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了一句话 他说 当时就写的是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你就要带着热情 热情的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你就干脆就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是 这句话真的是 就像一个鸡汤打鸡血一样 当时就是给我打了一个 非常强的一支鸡血 我就在做视频的开始的话 我就一直以的这一句话 去激励自己 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开始做视频的话 那我就要认真的去做 我就要投入自己百分之百的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你就不要做 先开始基本上是一个星期 差不多是差不多要发两支视频 两支视频的概念就是 基本上我每天晚上的时间 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就是我在晚上回了家之后 做了饭之后 小包子睡了之后 我就要开始剪视频 基本上天天晚上不到剪 因为不是说一个视频 一个晚上就能剪好的那种 然后我基本上 就有可能剪个一两天 有些比如说Vlog 他那种比较多 会剪两三天 然后我讲的剪到差不多 11点过 然后我就要睡觉 因为我不能太晚睡觉 第二点我还起来上班 所以说就是属于一直在重复这个阶段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你虽然说在重复这个阶段 你非常的累 你一直在输出 但是你的观众是很少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吧 在先开始的时候 但是之后就是 你慢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好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 当时那句话非常的激励我 真的就是你要passion 你只要非常激情的 有热情的去做事情 要不然你就 你就干脆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真的 如果做视频的话 没有人 就是你的 你如果在镜头前面 你要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或者你的性格 或怎么样的话 你知道是会有一天 会被揭穿的 因为 这个 这个长期以来 大家对你的接触 其实大家会了解 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真正让大家喜欢你的 并不是说你的 当然 身高长相这些东西 会让人喜欢 当然 其实很重要 我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性格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想要看到真实的自己 包括你给大家传递的一些 开心的一些 小的一些氛围 或者正能量的东西 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大家在闲暇之余 因为看视频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 比如说有可能 上面一天累了 上学一天累了 然后到了家 就到了寝室之后 就觉得点开视频 其实就想要开心 想要 就想要混一下眼睛 然后想要消磨一下 无聊的时光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我就觉得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开 不能说自己是个开心的人 但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 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人吧 我自己其实经常会很多事情 就是尽量不要去想它负面的东西 就是你想一些好的事情 其实就是很多事情 是可以很开心的去对待的 所以我说什么呢 我怎么说到这儿了 我是说要说啥呢 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个呢 就是坚持 我觉得我说了好多鸡汤 心灵鸡汤的话 但是确实这也是 我做了视频一年以来的话 真最真实的感受 真的也感谢每一个 喜欢我们视频的人 每一句每一句的留言 我都包括弹幕我都有看 有时候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回答 基本上大家问我问题的话 我其实都会回答 但是我其实现在 非常抱歉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记得 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朋友 他给我私信 在B站上面私信 然后他当时好像说 他是济南大学 他好像要做什么什么论文 还是怎么样 但是关于Vlog 他刚才问了我好多问题 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马上回 因为他问题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应该在那个情况下面 我没有办法马上回 然后我当时给他回的 我是说我之后会做一个视频 然后会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后来把我系统更新了 然后我就找不到他的问题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你有看这些视频的话 你可以在这些视频下面 再记录留言 然后我到时候会 会打字留言 如果今天我要给大家 一会下午三点钟 在市中心有一个Samba节 就是很多 你知道吗 分来人包括一些外国人 就穿的那种Samba的那种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巴西的那种热情那种 就分来人他就是 虽然这么冷 大家也是很多人说 分来人会有什么 社交恐惧啊 那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 其实 就是很多分来人 你知道吗 有些同事他话超多 我都觉得 哇这人怎么一直在说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 或者是在媒体上面啊 或者是有一些那种 过度的那种宣传 觉得是不是分来人 每个人都有社交恐惧啊 我又有 我又有点扯远了 这个视频的最后一点呢 我想要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负面评论的 这个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我做了一年之后 一年期间吧 其实多多少少 其实有收到一些负面评论 但是我之前一直在视频里面 其实不想要聊这些事情的 因为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正我这个人说 大家都想要开心 想要正能量 就是你老是在视频里面抱怨 或者老是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实会影响心情的 因为心情这东西都是 会互相感染的嘛 所以说我之前 是从来不会在视频里面 聊到这些 但是其实多多少少 其实这个负面评论 其实确实会影响我的心情 所以说今天就着 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我打算还是给大家 稍微聊一聊 我其实就是接触 这个负面评论最多的 就是在油管上 其实是 就是很奇怪 就是在B站上面 有可能有那么一些吧 其实在B站上面 我觉得很少 B站上面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在油管上面 就会多多少少 会多一些 特别是我一些比较 受欢迎的视频 然后下面的负面评论就更多 像我之前一些 成都的视频啊 或者有一些视频 有可能我觉得 不是那么受欢迎下面也会有 其实 我觉得最伤心的 有那么几个吧 其实当时 现在说的都特别好笑 其实也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非常搞笑 现在觉得很搞笑 就有一个人 他点进了我一个视频 然后给我留了个言 然后说 Nobody watch you 然后我就觉得 当时我的那一刹那 你知道吗 我非常伤心 就现在觉得很搞笑 为什么会因为那一句话而伤心 但是 当时那一刹那 我为什么伤心的原因 是因为在油管上面 确实是没有人看我的视频 就是我觉得 我当时好像就是一两百吧 就是一两百个浏览量的样子 其实我现在油管上也不多 基本上现在油管上 就是差不多几千 几千的样子吧 差不多 有些比较好的能够上万 也不是特别多其实 但是呢 当时那一刹那 我当时是有触及灵魂的一个打击 我就觉得 哦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 这么 就是怎么会这么样的一个人 就会专门点击你的视频 然后告诉你 没有人在看你的视频 就是 而且还是在圣诞节 我就觉得 他不能够找一些更好的事情 在圣诞节去干嘛 就是为什么要在圣诞节去 去去去去去去 去这样打击别人 当时的那一刹那 其实我是伤心的 但是现在就觉得特别搞笑 就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真的 有评论我的外貌的 比如说 我的身形 这个其实我无所谓 因为本来也是现实 所以我其实很看得开的一个人 比如说 比如说我胖啊这些我都无所谓 第二件事情呢 就很多人说我下巴 我真真很不能理解 很多很多人说我下巴 然后在 然后还有留言就说 就是说明显这个下巴就是整了的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就是说你承认不就好了吗 就觉得我 然后就觉得还有人 比如说你这个下巴明显就是剥尿酸 剥尿酸打的 还有人就说你这下巴明显就是整容整失败的 就是很多这种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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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下巴就是天生的 我的妈呀 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的下巴就是这样 而且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 就是很多人他也不是很了解你 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判断是真的 他就觉得你是整了的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 其实我多看几个的时候我就 I don't care 就是我觉得好像也就那么样 你知道我现在又受到了那么 就那么几个人 他那个几个人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闲 就会他会到每一个视频下面 去给你留同样的眼 第一个他就觉得我 你 他就会发这种原因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是个中国人 我也没有改国籍 那我为什么不能回国呢 我五年没有回国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理由啊 我在这生孩子 我要找工作啊 我不能说每年的回国 因为我没有办法每年回国 而且我五年期间 我爸妈也来了分担很多次啊 我为什么每年回国 就很不能理解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 其实我是最最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有同样的一个人 他给小包子居然发负面评论 就是他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对小包子来说 我但是做一个 做一个妈妈来说 我觉得很 很不能理解真的 我当时有 就是有 有给他回复 当时 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一个评论下面 我有回复 但是他就是 还是坚信自己 他还是说同样的东西 然后之后就 包括我很多负面评论 其实我当时有支持我的 支持我的朋友 有去给他们回复啊那些 然后他们就会变成在那个评论下面 有点那种对吵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觉得 让就是支持我的朋友被骂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做他的意义 因为那人你根本就不用去管 但是就是同样这个人 他对于对于小包子有负面评论的 这个人 他之后也在我的其他视频 也发了同样的视频 我后来就直接看到他的这样的视频 我就把评论给删了 因为我也不想 不想给他多多多多多废口舌 因为你跟他辩论或怎么样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 嗯 其实今天就是说的有点偏哦 其实给大家抱怨了一些这些事情 其实也不是说 做了博主这么多年时间之后 其实当然是 有应该说是99% 或者98% 接受的都是好的 都是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喜欢 大家的正面的留言 就会多多少少你做这个博主 因为你把你的生活 布露在外面的话 你多多少少会有不喜欢的年人 然后有些人他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他都他都不是很了解你 他就会跳出来给你写一些负面评论 所以说我现在多了一些之后 我也就习惯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基本上看了之后 看了有我就也就瞄眼 我就过了 有时候我根本不会去删他 或者说我也不会做什么 做多多多多多多理会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也不是真的 对今天好像给大家聊了一些 这些事情也是真的是很久 一直想要给大家聊 但是一直都没有聊的事情 因为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 也不可能在Vlog里面 突然给大家 去说这些事情 觉得也挺好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聊一聊天 坐在这给大家倾诉一下 我这做视频一年以来的一些想法吧 更多的是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我对于一些 比如说你想要做视频 刚刚开始新做视频的一些 嗯 朋友的话 也是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份 嗯 热爱 或者说找到一份自己的一个原因 去主动力去支持自己的话 就会很 很坚持的做的事情 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吧 这个也是纯属一个闲聊视频 希望大家就是对我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 包括我之后想要做视频的一些内容的这些 提议的话 都可以给我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这支视频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在之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接触了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要这样的